而我在這座城市已失了你 是聽覺雙重享受 T-POP我們聽大的 入圍金鐘獎最佳綜藝節目獎 造就精彩節目的幕後大功臣 是自歷超過20年的導播陳美兒 每當我你也就是我 收尋你的臉龐 陳美兒入圍一般節目類導播獎 是他第四度叩關金鐘 然而首度擔任製作人兼主持人的黃紫嬌 以其他節目提名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和徒弟露露黃路紫英 合力廣邀影視歌名人 為新人的婚禮製造驚喜 連續十年入圍金鐘 今年決定把美光燈焦點讓給徒弟 我如果真的得獎就是帶著露露上去 我會把所有得獎感言的時間都讓給他 不過今年露露雙六入圍 就看是會跟黃紫嬌或是吳宗憲上台領獎 宗憲 這張是你啊 我以為這張是我 等一下你這個聲音是劉德華嗎 等一下 吳宗憲 陳漢典和露露的綜藝大熱門 邁入第九年 入圍至今只有賠榜的份難免遺憾 能夠入圍當然是最好 能夠得獎那當然是更好 以我個人有提名的話好像有提名的八次 這次是第九次跟第十次 所以我也不擔心貢估 因為我很習慣坐在台下 露露累積連槓紀錄 連小S都不忍心從後背手上橫刀奪獎 不要 那蘑菇醬不要 就是他只是贏勝出 S驕傲繼金鐘50世紀大和解後 今年又要在典禮碰頭 更是小S睽違14年 一入圍者身份登場 用蝦油來煎那個蝦子 新南大主廚開播16年來 持續傳遞料理知識 兼具綜藝效果 三讀問鼎主持人獎 好 來 下面一位 含了21年的下面一位 成為胡瓜的經典台詞 今年入圍者皆是熟面孔 心裡或許期盼得到評審的肯定 但是他們帶給觀眾的歡笑聲 早已超越多獎的意義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